冰冰 你要的肉我给你买回来了 啊 美丽 咦 这肉看起来还不错诶 多少钱啊 冰冰 这些一共46块 不会吧 这点肉要46块 你坑我的吧 冰冰 我怎么会坑你呢 我可都是给你挑好的肉的 你看一下 这些全是瘦肉 啊 美丽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喜欢吃肥肉 都是瘦肉 你把它退了吧 我不要吃瘦肉 冰冰 这肉我都给你买回来了 人家肯定也不给退的呀 你不要算了 我自己拿回家吃吧 哎 美丽 你还买了啥 梨啊 哎 我最喜欢吃了 这个梨啊 嗯 中文文 美丽啊 我厨房还做得饭 我就去看一下 我怕等不到你的爱 又是雪花角落的季节 神龙看见我心里的泪 哎呀 媳妇 昨天我们买的肉都还没有吃完呢 怎么又买这么多肉啊 哎呀 这不是我给冰冰买的肉吗 她又不要了 我就提回来自己吃算了 你怎么就买两个礼啊 衣服多买一点 哎呀 刚刚被冰冰拿了几个就给我留了两个啦 你怎么那么喜欢帮人家带东西啊 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哎呀 算了 婆婆 她不要我们自己留着吃吧 这肉也蛮好的 你别管了 你去做饭吧 婆婆 你干嘛去啊 你别管了 这家做饭吧 哎呀 婆婆也真是 这家又要惹麻烦了 不让她去 她非要去 哎 冰冰在家呢 在家 阿平嫌 怎么了 冰冰 你干的什么事 你收起肉还叫我儿媳妇带 你看我儿媳妇好吃吗 是吧 她买的肉那么贵 我不要怎么了 鲜贵 你别吃啊 你叫她买干嘛 她买的那么瘦 我喜欢吃肥的 那你也不早说 现在给你买回来了 不管是瘦的还是肥的 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不就四十六块钱吗 来来来给你好了 不就四十六块吗 没有一块钱给你四十五啊 不行 就是四十六块 少一分都不行 那给你五只要给我找四块 给你 找什么找啊 平时你吃我们家的东西还少吗 这四块就当买零了 рублей 我是�ے冬 ught 堡口诇 沟 Ces召数 梦chts冰 沟 尘 羽 Press西叠 开的香味 也许已经枯萎 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 如果爱要让泪洗碎 我的心 婆婆来吃饭了 满花出现 来 儿媳妇这钱给你那肉我们给冰冰送回去了 婆婆我都说了那个肉我们自己留着吃好了 你还给它送回去干嘛呀 这样多尴尬呀 儿媳妇你要记住 你越善良别人就会觉得你越好欺负 别人又要来欺负你 虽然我们不能去欺负别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拿别人欺负 嗯 婆婆我知道了 来 吃饭吃饭 哎 美丽 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哦 没什么 我买了一点面粉 哦 我来看一下 买的是什么 哎呀 五花果呀 姚妹头 来吃吃 哦 不要 不要 我不喜欢吃这个 哎呀 这里装什么装 不吃白不吃的 来来来来来 嗯 好甜啊 哎 冰冰冰冰 你也来两个 嗯 这五花果好好吃啊 嗯 还蛮甜的 哎 冰冰 这边还有个狮子 来来来来来 来 杨妹头 杨妹头 来 给你 哎 给你 我去买了一点水火 你都给我放完了 我说还给你留了两个啊 这么小吃啊 有时却 花飘落的心 明明 你买粉做了吗 不知道 等一下再说 约约 你怎么这样呢 把人家的水果都分完了 明明 你看你这话说的 不是他 你能用水果吃啊 你看你吃的 津津有味的 他跟我说买了粉 那等一下肯定要做好吃啊 你快点去看一下 对啊 我等一下去他家看一下 对啊 我等一下去他家看一下 在我流下的泪 如果爱要我 回来了 你怎么买回来了没有啊 买了 买了 你怎么就买了一个四次啊 哎 别提了 刚刚在窗口 去月圆拿去给冰冰她们都分掉了 好吧 那就先去休息 我去做芝麻园了 那婆婆我来帮你吧 那我把面粉弄好了 我再叫你吧 啊 好吧 到来 其уется 彩香比要赢 月匆匆石向你振锋 多少故事留下感动 谁能误会 谁能误累 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 想去分离 有时心痛 多少无奈 藏在心中 花谢花开 春去秋来 我怕等不到你的爱 有时雪花着落的季节 雪龙看见我心里的泪 闻不到梅花开的笑容 喂 喂 芸芸 芸芸你找我二媳妇什么事啊 哦没什么啊 刚刚在出口碰到她 她说要做好吃的 我来看看做什么好吃的吧 啊做了这么多芝麻园啊 我最喜欢吃芝麻园了 嗯好吃好吃 你喜欢吃你就多吃一点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好了可以了 那我先回去了啊 哎等一下 我这里一共三十个 一块钱一个三十块拿来 一脑子没问题吧 刚才我抓的时候你不说吗 我以为你就拿两个长长 我也不知道你拿那么多呀 算了算了我也不差那几块钱 我等一下抓给美丽 又是雪 早上欺负我儿媳妇 现在又想来白娜 美丽你过来 啊 啊 啊 儿媳妇你把这个拿去给王沈 她喜欢吃 好 那我现在给她送去吧 也许已经 哭 音乐你吃什么呀 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 我都看见了给我吃两个嘛 不给 这个可是我跟美丽买的呢 一块钱一个呢 不会吧 这点芝麻圆美丽还是不你钱啊 这么小气 嗯 就是就是太小气了 我的 就是 你也小气 啊 我给你吃一个嘛 吃一个给你吃一个 不要了不要了 谁稀罕啊 哎呀美丽你干嘛去啊 啊我给王手送那个芝麻圆去 要不要来吃一点 那我就不客气了 再拿两个多吃一点 谢谢你啊美丽啊 嗯没事的 啊美丽啊 刚才芋芋来还在说你怪话呢 说吃你几个芝麻圆 你还收她钱 啊还有这回事啊 是啊她亲口跟我说的 嗯 那算了吧不管她了 那我先走了啊 哎婆婆芋芋怎么转了我三十块钱啊 嗯 刚刚她来拿芝麻圆拿了三十个 我收她一块钱一个 三十块钱我拿她转给你 哦难怪了 我婆婆这样不好吧 大家都是相邻相亲的 收她钱还怪不好意思的 我是看她欺负你 是不过 那她付三十块钱 那你就不要收好了 嗯婆婆我知道了 吃饭吧 嗯这个芝麻圆吃的时候挺好吃的 好 中文了